书贫近日一直身体不适 还呕吐了半夜 燕婉说书贫可能有孕 可皇上却立刻说 书贫当然不会是遇袭了 众人都十分惊讶 皇上自敢说错了话 联盟下令让齐太医来审治 太医告诉皇上 书贫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书贫十分欣喜 皇上却不见笑容 皇帝将书贫敬为妃尾 并嘱咐齐太医 照顾书妃的身体 书妃走后 皇上之后 如意十分惯心书妃 书妃期盼多年终于有孕 感慨事先 终于有了自己与皇上 不可分离的连接 十分欣喜 如意离开后 燕婉告诉如意 自己求死心切 也喝了和书妃一样的作胎药 如意告诉燕婉 书妃玉洗 靠的不一定是药 不如把药停一停 说不定就会有孕 燕婉见书妃玉洗 回宫后大量喝下作胎药 春禅提醒她 书妃停了药之后 突然有孕 不如将药带去宫外 给宫外的大夫瞧一瞧 太后得知 书妃玉洗 福家称 书妃可怜 一直不知道皇上正防着她 太后却称 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 太后暗中 想由自己抚养书妃的孩子 这样书妃也就会 听命于自己 春禅取回送出宫的药方 燕婉得知 做胎药实为避孕之药 燕婉想到 自己多年的努力 都付诸流水 十分心痛 春禅称 书妃停了半年 就有了身孕 安慰燕婉 只要停药 也会遇洗 燕婉想到 如意屡次见自己 和淑妃 都要提起 少喝做胎药 想必她是知道此事 自己处处讨好如意 可却换不来她的真心 便开始怨恨如意 太后嘱咐齐太医 好好照顾淑妃 淑妃连年成事 淑妃提起 自己已经年老 想照顾完淑妃这一胎 便告老还乡 安度晚年 太后答应淑妃一 玉湖告诉皇上 淑妃一又去了太后宫中 提起 淑妃是太后的人 此事可能有蹊跷 皇上又想起 慧贤皇贵妃曾经说过 自淑妃一给她看病以来 病情越来越重 于是让玉湖调查淑妃一 皇上下令 奉皇太后南巡江浙 替查民情 淑妃对如意提起 自己对皇上的倾慕 她说 宫中的人看着皇上的眼神 都充满了欲望 就只有如意 看皇上的眼神 和自己一样 如意嘱咐淑妃 要好好照顾自己 海兰也会留在宫中照顾她 淑妃跪在佛当中 恳求孩子平安 与皇上恩情如旧 这时 燕妄看见淑妃正在祈福 玉湖告诉皇上 慧贤皇贵妃的药方 并无问题 皇上却声 问题出在药上 皇上认为 七太医违背了自己的意思 决定在南巡之时 对七太医下手 皇上带领众人一同南巡 如意一直陪伴在身边 皇上与如意两人一同游玩 皇上感慨 做一名百姓十分悠闲 不如与如意 做一对平反夫妻 也好日夜相伴 皇上来到说书时处 听说书人称赞 如今太平盛世 很是欣喜 皇上与如意走到西湖边 次日 皇上穿上笼袍后 感慨自己 要面对重重烦恼 太后听闻 众大臣们 想为皇上献上女子争宠 想要为皇上献上一场歌舞 夜晚暗中 听到太后的打算 准备先行下手